还是高利贷的课题 吉隆坡贾东一名60多岁的妇女 疑似被大耳龙点错相 不但收到了欠债的传单 车子还被人泼红漆 让她每天都活在恐惧中 那更让人心寒的是 即使施主已经告诉欠债人的母亲这一件事 不过对方却不理会她 她希望透过记者会向债主自证清白 请求大耳龙停止骚扰她 事主今天在行动党之下去 公共投诉局主任尤家豪的协助下 召开记者会申诉 去年12月她曾经收到许多 张贴了亲戚照片的欠债传单 两辆车子又在上个星期被人泼红漆 让她害怕不已 事主表示虽然欠债人是她的亲戚 但他们很少来往 欠债人也不曾在她家居住 所以不理解为何债主知道她的地址 事主也透露 曾经告诉欠债人的母亲这件事 不过对方却不理会 所以恳请大耳龙不要再骚扰年事已高 而且还患有心脏病的她 尤家豪欲请欠债人 主动联系债主解决问题 而不是将债务抛给家人 一走了之 感谢观看 谢谢更新的字牵扬 从 bre